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访问欧洲 推动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之一 习近平6号上午 首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开启三方会晤 习近平强调 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 深化战略沟通 当地时间6号上午 中欧国家主席习近平 乘坐红旗轿车抵达巴黎爱丽舍公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前迎接 双方握手寒暄 共同合影 随后两人步入室内 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开启三方会晤 习近平在发言中 首先就提及中欧关系 表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 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 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 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 强调 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 加强战略沟通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不针对 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希望欧盟机构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制定积极对华政策 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维护中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习近平并对产能过剩问题做出回应 指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真本事 代表的是先进产能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他并强调 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在会谈中也都强调了 双方沟通合作的重要性 马克龙表示 法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增进法中 欧中之间的互信和友谊 欧方不认同脱钩 欢迎中国企业来欧投资合作 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欧洲价值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 各方还谈及乌克兰危机 习近平指出 中方 法方和欧方都希望尽快停火直战 欧洲恢复和平 都支持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要共同反对战事外议升级 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 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关于巴以冲突 习近平强调 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直战 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支持接受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政治会员国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支持尽快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欧洲 在发言中 他也强调了中欧关系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并呼吁双方坚持伙伴定位 加强沟通协作 可以说在中欧面临金马摩擦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中方也明确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和态度 也希望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凤凰卫视人乔文周明亮 侯友运 法国巴黎报道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的下午 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正式会谈 双方并发表关于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四份联合声明 并签署绿色发展 航空 农业食品 商务 人文等领域 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巴黎荣军院广场 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队奏中法两国国歌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陪同下 习近平检阅法兰西共和国卫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 在共和国卫队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和摩托车护卫队下 乘车抵达爱丽舍宫 随后习近平和马克龙举行正式会谈 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 双方应坚守独立自主的建交初心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 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 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乱局下 中法要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者是阵营对抗 要坚持相互理解 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 要坚持高瞻远瞩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要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反对脱钩锻炼 助强设备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法方保持战略沟通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 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 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 中国愿进口更多法国优质产品 希望法国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品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航天航空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 加强核能创新金融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能源 智能制造 生物一样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习近平还强调 中法都是文化大国 双方要继续办好中法文化旅游年各项活动 中方欢迎更多法国朋友复华 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年底 推动未来三年 法国来华留学生突破1万人 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模翻一番 中方并支持法方办好巴黎奥运会 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赴法参赛 马克龙表示 今年法中将共同隆重庆祝法中建交60周年 法中关系友好 合作富有成效 当前事件面临诸多 紧迫挑战 法中关系处于成前其后的关键时刻 法中关系具有深厚底蕴 双方相互尊重 着眼长远 加强合作 将未解决全球性挑战 避免集团对立对抗 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另外 法方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农产品 同时将对中国保持市场开放 不会针对中国企业搞歧视性政策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包括高技术企业复发投资合作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 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该为和平解决热点问题发生 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出力 中方应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指战 双方发表 关于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 生物多洋性与海洋 农业交流与合作 四份联合声明 并签署绿色发展 航空 农业食品 商务 人文等领域 近20项双编合作文件 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两个元首重温独立自主的建交初心 并达成系列重要共识 毫无疑问将会为新时期 中法关系 中欧关系的发展 传递信心 引领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6号下午 在巴黎爱丽舍公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 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表示 他同马克龙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欢迎马克龙再度访华 又指中国愿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 全球停火之战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应马克龙邀请 在中法建交60年之际 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刚才我同马克龙总统 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我们一直认为 中法关系 具有珍贵历史 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 双方要传承好 历史的接力棒 弘扬中法建交精神 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开启中法关系下一个60年的新征程 习近平表示 中法双方决定做好几方面工作 包括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 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 加快人文交流 双向奔赴 凝聚全球合作更大共识 他表示 双方将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 扩大农石金融等领域合作 推进航空航天 民用核能等领域联合研发和创新 中方已经实现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 将加快开放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此访期间 双方签署18项部门间合作协议 涵盖航空 农业 人文 绿色发展 中小企业合作等领域 中国支持法国办好巴黎奥运会 欢迎更多法国朋友 富华 决定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年底 支持增开上海至马赛直接航线 另外习近平表示 中法愿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之战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愿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 全球停火指战 习近平还谈到巴黎冲突和乌克兰危机 他呼吁推动加沙立即实现全面可持续停火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支持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力 重启两国方案 针对乌克兰危机 他表示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 但一直在为实现和平 发挥积极作用 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 甩锅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呼吁各方重启接触对话 支持事实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所有和平方案的国际和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6号的下午 在巴黎爱丽舍宫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前 向马克龙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我要送你的一些图书 这是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 这是中文的法国小说 93年 法法的夫人 红与黑 高老头 阿华 三国枪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6号 在巴黎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共同出席 中法企业家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闭幕式 并发表致辞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充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内涵 他并宣布 将延长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免签政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地时间6号 在巴黎共同出席 中法企业家委员会会议 习近平发表讲话 首先谈及中法关系 指两国建交60年来 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精神 建立了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边经贸也互利共赢 两国的贸易额较建交支出增长近800倍 双向投资则累计超过了260亿美元 习近平强调 中法没有理由不发展好双边关系 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 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 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有历史可见 有现实可依 中法两国没有理由 不发展好双边关系 面向未来 习近平表示 中方运同法方一道 充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内涵 包括扩大法国优质农产品进口 并延长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免签政策 中国决定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年底 这将有利于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习近平并表示 远同法方推动中欧互利合作 强调中欧双方要坚持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正确定位 增强政治互信 共同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中方也将进一步开放市场 为法国和欧洲等各国企业 创造更多机遇 期待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对话增进理解 以合作化解分歧 以互信消除风险 中方将自主扩大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 对外开放 进一步开放市场 为包括法国和欧洲企业 在内的各国企业 创造更多的市场基于 在访问法国期间 习近平特意在中法企业家 大会的场合发表讲话 并宣布扩大法国农产品进口 延长免签政策等具体措施 显示出对于发展中法经贸关系的 高度重视 而在中欧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 也传递出以合作化解分歧的明确信号 方黄卫视 小文后有运周明亮 法国巴黎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地时间6号的晚间 在中法企业家会议发表讲话 也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法国投资 其在在电池 新能源车 还有尖端技术 平台经济等领域 取得更多的合作成果 尽管中国经贸摩擦有所加剧 但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6号晚间的发言中明确表示 法国希望在公平和平衡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法中合作 没有任何意愿与中国脱钩 他还特别提到 中国在电池 新能源车 光伏等多个领域 拥有局势公认的专长 欢迎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 中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局势公认的专长 比如电池 新能源车 以及太阳能光伏版 也欢迎中国企业来到法国大展宏图 还有 尖端技术 平台经济 等领域 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的合作成绩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 就有中国的充电装制造企业 同欧方伙伴签署性的合作 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 在新能源等领域并不存在 产能过剩的问题 相反 试图竞争最终是有利于欧洲的消费者 在装备贸易方面 2023年 中法经贸额达到了789亿美元 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是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有不少法国企业表示 非常重视在中国的市场机遇 凤凰卫视小文珠明亮好友韵 法国巴黎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 6号晚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 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爱丽舍宫 马克龙夫妇在外迎接 双方握手问好并且合应留念 随后步入晚宴会场 晚宴前 习近平夫妇与马克龙夫妇 跟其他出席宴会的宾客握手表示欢迎 马克龙首先发言称法中双边关系有价值和成功 并举备庆祝两国开启新的60年有一周期 习近平发言时 首先对马克龙夫妇 及法方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他并指出60年来 中法历代领导人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 我相信有历史的积淀 现实的基础 未来的蓝图 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般 充满生机 欣欣向荣 现在我提议 为法兰西共和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 为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 友谊万古长青 为马克龙总统和夫人 及在座各位朋友的健康 干杯 广卫视多好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 6号的上午在巴黎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 彭丽媛当天下午还应邀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 布利吉特共同参观 澳塞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 总干事阿祖来在入口处热情迎接 两人共同参观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十年成果展 在会见阿祖来时 彭丽媛简要介绍了中国在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的最新进展 特别是春累计划取得的成果 彭丽媛表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关系到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命运 中国愿同教科文组织共同努力 推动各方加大对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的投入 帮助更多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共创美好未来 阿祖来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所做工作和贡献 向彭丽媛颁发特使履职十周年荣誉证书 彭丽媛6号下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利吉特 共同参观奥赛博物馆 两人不时驻足认真欣赏着名画家莫奈 梵高雷诺阿等创作的印象派经典名作 交流彼此感受感想 彭丽媛表示 中法两国人民都十分热爱绘画艺术 希望两国艺术家们加强交流互建 相互启发 创作出更多精美的艺术作品 并鼓励法国学生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 成为中法友好小使者 让中法友好一代代传承下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是联合国大会10号将会就承认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决议草案来进行投票 并且建议安理会重新考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丹6号谴责有关决议草案 称他将给予巴勒斯坦事实上的地位和国家权利 违反了联合国创始宪章 埃丹就指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 预计美国将会根据本国法律停止资助联合国及其机构 也说联大的通过不会改变任何实际情况 美国4月在安理会否决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 需要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的批准 然后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批准 根据了解 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 可能会支持巴勒斯坦的申请 接下来看是哈马斯在6号宣布接受埃及和卡塔尔等多方提出的加沙停火的提议 埃及媒体说负责调停的埃及代表团6号收到伊哈双方的积极回应 以色列战时内阁一致决定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行动 并且将会派出代表团要尽力达成乙方可接受协议的可能性 根据报道 乙军对拉法进行大规模精准空袭 打击当地的哈马斯目标 有当地媒体指乙军的行动已经造成至少有8人死亡 外电引述巴勒斯坦及埃及官员表示 乙军的坦克已经进入拉法郊区 距离过境埃及的口岸最近只有约200米 埃及官员指出相信乙军的行动范围有限又指 获得以色列官员通知在完成行动后会撤走 乙军拒绝置评 哈马斯6号晚上宣布接受埃及和卡塔尔提出的停火协议 哈马斯政治局高官哈尼亚对半岛电视台说 哈马斯以同一项分为三个阶段的协议 每个阶段持续42天 第二阶段规定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 另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报道 负责调停的埃及代表团6号收到了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积极回应 停火有望的消息传出后 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一辆卡车在街头鸣笛游行 大批民众欢呼庆祝 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也有大批民众聚集庆祝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当天却表示 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明称 为了对哈马斯释放人质施压 并达成其他战争目标 以色列战士内阁批准继续在拉法展开行动 声明还说尽管哈马斯的提议 远未达到以色列的必要要求 但以色列将派出代表团 尽力达成以方接受的协议 与此同时 再有大批以色列民众聚集在特拉维夫抗议 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达成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6号表示 对哈马斯接受停火表示欢迎 并希望以色列也能接受 还呼吁西方加大对以色列政府施压 父王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战士内阁批准推进拉法行动 但是稍早之前 美方表达不支持以色列进攻拉法 那么以军以及当地对此 都有哪些表态呢 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胡小宇 从以色列耶路萨的发回来的报道 对于美方和以色列在就是消灭哈马斯 以及达成加沙之间停火的上面的分歧 其实从以哈战争爆发之初 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国曾经希望以色列能够将哈马斯 对以色列的袭击能够按压下来 就是通过一些外交的途径 就是去解决 并且的话呢 可以保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那个亚伯拉罕协议 能够顺利的继续推行 所以美国是非常不希望 以色列在此时在中东将战事升级 以及蔓延到整个中东其他地区 而以色列方面的话呢 在遭遇到10月7日的打击之后 非常力长坚定的是 一定要消灭哈马斯 可以为了人质 就是延缓几天 但是的话呢 最终目标是一定是希望实现的 所以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以色列坚持 相信美国应该还是会配合 以色列在拉法的一些军事行动 而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已经在拉法的东部地区 向民众投放了大量的传单 告知拉法的东部即将会成为 之后的一些战场 并且希望民众立刻转移到 以色列所划定好的安全区 而我们也观察到 以色列在就是对于安全区的一些 补给的那个卡车的数量 就是在近期的话呢 已经有所提升 并且的话呢 与美国配合在加沙建立 人道主义的那个救援物资的码头 所以已经为就是拉法的进攻 就是做好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准备 那从近期来说呢 最近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 而以色列的总统总理 在公开讲话当中都表示出了 就是不论有没有人质协议的话呢 就是继续会推进 就是拉法的军事行动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官方对于消灭哈马斯 在加沙那边的势力的态度 是非常强硬 而且是不愿妥协的 所以如果拉法那边的军事行动 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只是空袭 那我相信完成撤离之后 那很快以色列的装甲车和地面部队 应该会去与那个哈马斯 最终在拉法地区的四个营 就是举行最后的决战 在哈马斯表示 接受由美国埃及卡塔尔等 参与斡旋的临时停火协议之后 美国方面的表态则是谨慎 称正在评估哈马斯的回应 那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坚 去了解情况 的确那哈马斯在接受 这停火协议之际 英坚您怎么看 以军继续进攻拉法 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表态 以及现在挺巴反语的学生 会有什么进步动作呢 杨子好 祥姨好 我们看到美国白宫发布的最新声明表示 在以军进攻拉法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和以色列总领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通话 这次通话主要是表达了两方面内容 第一 美国正在积极斡旋 以哈达成人质和停火协议 第二就是美国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来应对美国境内反游主义 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 这份声明的末尾写了一句话 说拜登总统重申对于拉法的明确立场 那么这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 白宫没有提到对于拉法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句话相较于其他内容来说 它的篇幅是非常简短的 美国媒体就爆料表示 说白宫高级别官员透露 其实拜登对于内塔尼亚胡坚持进攻拉法是不满的 拜登也在通话当中强调了美国的担忧 认为对于人口筹密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其实美国对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支持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国内外压力 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在第一时间谴责 说以色列对于拉法的地面入侵是无法容忍的 会造成毁灭性的人道后果 而联合国人道机构也警告 以色列或将在拉法进行屠杀 那么面对这么多国际声讨声 我们看到美国在面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行动上 不得不态度非常的谨慎低调 甚至要保持沉默避而不谈 除了国内外的舆论之外 美国境内各大高校的挺拔反语抗议还在持续 六日加州大学圣地亚格分校还逮捕了64人 哈佛大学称 所有抗议学生都会面临非自愿停学 不能够参加期末考 不能够居住在校园的宿舍内 哥伦比亚大学也宣布 出于安全考量会直接取消下周的毕业典礼 随着以色列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美国内部反语的声音很可能还会持续扩大 杨子相议 好 再次谢谢应前的最新连线 那现在美大学示威潮持续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 六号是遭到了警方铁腕清场 以及拘捕多人 示威者情绪激动 要求警方放人 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示威学生突破警方设置的屏障 需要保卫示威营地 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 警方限制示威学生进入清巴勒斯坦运地范围 但抗议者最终冲过警方设立的屏障 示威学生手挽手围住仍处立着的十多个帐篷 他们不断高喊口号 只要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示威学生又不断敲锣打鼓 以壮大声势 而在加州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 警方6日展开清场行动 倾差示威者营地 并拘捕部分示威者将他们逐一带走 警方6日凌晨宣布集会非法 并命令示威者离开 但示威者没有理会 警方于是开始清场 再将几名拒绝离开营地的示威者 戴上手铐拘捕 警方将被捕示威者带走 送上大巴时 大批人包围警员要求放人 示威者群情汹涌 警方几经辛苦 才能护送在这被捕人士的大巴时走 而在纽约市6日 在爆发大规模挺拔游行 示威者高举各式标语 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外 游行抗议 示威者要求以色列 停止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 也有人要求关闭校园 以保障示威学生 指学生都是和平示威 对此也有民众持不同意见 有市民直指 不应支持哈马斯 不能让哈马斯继续控制袈杀 反战示威席卷全美大学校园 学生记者在报道 全美学生抗议活动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盛顿广场新闻的记者 利用镜头冲锋陷阵 记录席卷全美的抗议活动 部分人在采访时 甚至被警察喷胡椒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6号宣布 取消原本计划在5月中旬 举行的全校性毕业典礼 只保留分散举行的各学院毕业典礼 对此美国白宫表示 一小部分学生的行为 酿成多数学生错过这一重大活动 非常不幸 而美国总统拜登仍然计划在本月 出席穆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 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最终宣布 取消毕业典礼 白宫6号表示 多数学生因为少数人的行为 错过毕业典礼非常不幸 白宫在支持学生和平抗议的同时 谴责各大示威者占领教学大楼的行为 并非和平抗议 而在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抗议持续 华盛顿特区警方拒绝了校方清场的要求 白宫6号表示 这是当地执法部门和学校的决定 白宫拒绝表明立场 拜登计划19号 在美国黑人大学穆尔豪斯学院 发表毕业典礼致辞 目前已经有超过700人签署了请愿书 呼吁校方撤销对拜登的邀请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亚大学股市今天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在长假期之后向好 午后上升接近1.4% 韩国股市更是上升接近2% 台湾股市则是温和上升0.2% 内地互相两市是震荡走肉 互指中午时报在3136点 下跌4点 跌幅0.13% 而半日成交来到2739亿元人民币 而深层指中午时报在9748点 下跌30点 跌幅0.31% 而半日成交落在3536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开在平盘下方 而随后震荡下行 恒指中午战报18420点 下跌157点 跌幅0.85% 半日成交来到629亿港元 香港餐饮业近日传出 大面积生意下滑 还有旅客在社交平台发文 至香港部分的热门餐厅 服务态度和食物的味道欠佳 但是与此同时 还是能够引来大批的食客 打卡捧场 在店外大排长龙 那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 独特魅力呢 跟随本台记者一探究竟 近日有内地游客在网上分享 自己到香港一家知名餐厅用餐时 受到粗鲁对待的经历 随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记者来到引发争论的餐厅一探究竟 发现离开门还有一个小时 餐厅外就已经排起床龙 我要一个家里牛筋男老一面 不过当记者就餐厅提告了最低消费金额 提出疑问时 店主就开始不耐烦 有慕名而来的时刻 试过之后感到失望 尤其认为出品和售价不成正比 但俗话说得好 黑红也是红 当这些网红餐厅面临褒贬不一的争议时 却仍然能够吸引大批食客 心甘情愿在门外苦等一两个小时 宁可一边骂也要一边吃 是否香港餐饮也有无可取代的优势 值得发扬光大呢 有不少打卡香港茶餐厅的时刻表示 过去他们会比较考虑明星推荐 而现阶段主流社交平台上的推荐信息 已经成为他们选择一家餐厅的重要参照 配合社交媒体的宣传 在旅客眼中 香港餐饮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即使其他方面差强人意 也愿意为这份独特的岗位买单 但菜品性价比不高 服务态度又不佳 仍是香港餐饮无可争议的痛点 香港餐饮也需全面提高服务意识 并设法降低成本 改良产品才是吸引时刻的长久之计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7号开幕的全球人才高峰会 是在香港首次举行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 有信心会是一次成功的高峰会 未来将会继续加大 在海外的宣传力度 我们接近日子有几个重点要去的 一个就是面向东南亚 在我们周边地区吸引更多人才来港 另外我们会去欧洲 也是针对那边很多人才 吸引他们来香港 做大做强 香港作为人才高地的角色 发挥好我们的功能 我们会全力去协助人才来香港 可以更早容忍 另外就刚刚你提到 国家最近刚刚就放宽了 扩大了人才签署来港 这个对于香港来说 是一定好消息的 这个会更加便利 人才来香港流动 加强香港作为人才高地的角色 在台湾 民进党的赖清德 与新内阁团队 将会在5月20号上任 外界关注台湾接下来的 观光政策走向 旅游业者在7号也呼吁 新内阁能够重视观光产业 解除禁止民众组团 到大陆旅游的禁团令 不要再拿台湾观光产业来记齐 两岸观光近期露出曙光 大陆释出旅游利多 台湾如何应对 取决于新政府的态度 台湾旅游业者7号呼吁 在清德和新内阁团队上任之后 能够尽快解除 禁止民众组团到大陆旅游的禁团令 期待6月以后 能解除所谓的禁团令 那我觉得呢 因为我们的行业呢 4000多家的业者 将近有8成的旅行同业 直接间接是跟大陆有往来的 所以呢 其实这些的业者 还是非常期待呢 人呢 开放大陆的一个旅游 至少我希望呢 能先解除这个禁团令 我们要是呼吁政府 希望呢 重视我们观光产业 不要再拿我们观光产业来作为 两岸政治的一个机器 原本台湾已经解除禁团令 开放团客到大陆观光 但农历年前 台湾交通部观光署又突然下令 从6月1号起 再度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旅游 引发业者强烈反弹 国民党立委批评 实在是毫无道理 无论是交通部或是陆委会 他们都与法无据去限制 台湾的业者组团到大陆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完全没有法治概念 没有法治素养 无视于法律的存在 台湾观光业者期待 赖清德能够利用旅游 作为缓和两岸关系的润滑剂 两岸人民有来忧望 降低冲突 至于新政府如何接招 全台湾的民众都在关注 凤凰卫视 庞世廷 沈正峰 台北报道 接下来关注到 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马昭旭6号应约会见 来华访问的 美国副国务卿维尔玛 两个人就有中美关系 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 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 美国副国务卿维尔玛 6号到10号访问中国 和菲律宾访华期间 维尔玛将会走访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以及在沈阳 上海和广州的 总领事馆 维尔玛还将会在上海 与美国的商界成员会面 到时候将会倡导 在华的经营的美国工人和企业 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再来关注到的是 生态环境部微信公号公布 经中美双方商定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 将于5月7号至16号 率团赴美 与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 高级顾问波德斯塔进行会谈 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共识 为指引围绕关于 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 阳光之乡声明等双方共识 推进中美气候合作取得 务实成果等深入交换意见 刘振民特使此行 还将与联合国有关方面 以及美方有关地方政府和智库等 就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交流 接下来关注军事消息 美飞肩并肩军演 6号在临近台湾的菲律宾西北部 举行反登陆作战演习 模拟敌军从海上登陆菲律宾海岸 并且遭到美飞联合击退的场景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菲律宾旅岛的 北伊罗哥省的省会拉瓦格市 这里距离马尼拉487公里 航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 而距离台湾只有45分钟的航程 美飞肩并肩军演反登陆演习 6日在拉瓦格的著名景点 拉塔斯沙丘展开 模拟敌军抢贪时该如何守备 并进行反击 菲律宾军方介绍 反登陆实弹作战演习 是一种军事战略 涉及部署步兵和炮兵等防御部队 以阻止试图进入国家境内的敌对势力 美飞八日海上在拉瓦格的 拉瓦格举行击沉演习 将一艘早年中国生产的退役 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雅胡号 作为把船击沉 针对中国意图明显 分析认为 今年的兼并兼军演 除了规模空前 演习地点和内容 都比历届军演更为敏感 凤凰卫视军演方 菲律宾北部拉瓦格市报道 俄罗斯今天将举行第八届总统就职仪式 普京将宣誓就职 展开新一届的六年任期 那更多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莫斯科现场的 本台记者盈利 盈利这一场的就职仪式 有哪些关注焦点 那对于新政府将组成 俄罗斯民众有哪些反应呢 那从2000年以来 俄罗斯总统的就职大典 都是于5月7号的中午12点举行 大概时长呢 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今年已经是普京的 第五个总统任期 为期六年 直至2030年 而基本的仪式呢 也是遵循传统 普京在宣誓后呢 将正式就职 同时呢 宪法法院院长会将 向国家元首的赠送权利的象征 包括旗帜和总统的徽章 同时呢 仪式呢 是将以普京的讲话 礼炮和总统军团的阅兵式结束 那从最新彩排的画面上来看呢 仪式的最后阶段是 大教堂广场上传统的 骑兵和步兵的游行 那按照惯例呢 在新的总统任职后 现任政府会辞职 新总统任命临时总理 组建新的内阁 那直至新政府的组建 俄罗斯的舆论呢 是普遍认为 那普京在人事任命方面 是相对偏保守 而根据俄罗斯最新的 民意调查显示呢 被俄罗斯人信任的 前四名的政治人物排名呢 分别是普京 现任总理米苏斯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国防部长少鱼谷 所以呢 这几个人的职务 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此外呢 根据民意的调查 现在的俄罗斯民众们呢 最大的不满是来自于 社会劳工 保障 教育等部门 因此呢 很有可能会调整 这部分的领导层 此外呢 近段时间 俄罗斯的活动 是相对比较密集 也正逢庆祝胜利日红肠阅兵 再加上总统就职大典 因此呢 俄罗斯的官方就有表示 有一些敌对国家 是正试图 准备在仪式前夕 制造一些负面的影响 目前俄罗斯驻欧盟 和北约国家的大使馆呢 是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防止西方国家 在普京就职前的挑衅行为 那以上呢 就是目前普京就职大典的 相关信息 主播 好 我们也会跟进报导 谢盈利 同时呢 也感谢您达成 今天的凤凰物件准列 注意锁定我们各级新闻